新住民嫁来台湾无亲无故 更有文化与言隔阂 但是在双溪很幸福 有新住民合宜发展协会 绰号阿桃的陈金草 与阮佑珍两人分别开的 越南小吃与随缘素食馆 供新住民前来聊天解决生活问题 两人不仅会以餐厅盈余 资助新住民姐妹 每年元宵节等节日 也都会以节缘便当的方式 希望送给双溪相亲 一份感谢与祝福 我们有三个十个人 因为我们在双溪之后 每年都有班 有时候有大 有时候有少一点 今年特别比较大 因为有工作 我们在双溪之后 我们在双溪之后 每年都在双溪之后 我们在双溪之后 我们要做点好事 然后在双溪之后 我们在双溪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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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面有咸的吃饭 中午有便当给他们 是节缘的 早上六七点 随便宿使馆前 就排了不少民众 双溪去独居老人比例 全新北市最高 新住民们特别请假 帮忙做菜 让他们拿取 不限数量与年龄 只要求大家珍惜食物 连续第五年 这样做功德 把赚来的钱 变为人生的乐趣 也让新住民发挥自己才能 对双溪这第二个故乡 有个爱的表现 新住民朋友飘洋过海来台湾 他们其实都希望在这边 找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刚开始来的时候 一定遇到很多的挫折 或者是适应上的问题 那这边的长者 双溪的长者 其实对于他们在适应这一块 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个协助 所以他们就非常爱这边的长辈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发起了这样的活动 那也特别特别针对我们独老的部分 来发放爱心便当 这是一个女性温柔力量的一个展现 也是新北市新住民的一个典范 随缘素食餐馆的新住民阮佑珍 发起这项活动相当低调 但非常感谢当初社区长辈们 跟他聊天 教他中文台语 让他顺利在双溪开了自己的素食餐馆 完成他的梦想 将来也考虑制作越南米糕等甜点 跟乡亲分享结缘 认识多元的文化 记者向浩文双溪采访报导